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版权代理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行业 他像侦探一样 帮我们去全世界找好书 然后他也会把台湾好的作品 推荐到全世界去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 著名的版权经纪人谭光磊 告诉我们书背后的故事 光磊你好 惠玲你好 大家好 光磊好像最近才刚从法兰克福书展回来 对不对 对 上礼拜才回来 但是在法兰克福书展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光磊帮我们把一本非常好的书 介绍到全世界去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对 把华文世界非常棒的文学 推荐到全世界去 但是我们为什么特别要讲1367这本书 因为他的版权交易又更不一样 我们在法兰克福书展的第三天 现场卖出他的法文版权 现场卖出很特别吗 很特别因为我们我们常会听到现场卖出什么德文版权拿过版权 但是大部分那些都是西方英文书 英文书卖出了其他国家的版权 对对对对 或是说可能是法国也许有大书 或是就是欧洲的那些西方世界的 那他们还是版权外销的强势国家 是 那我们作为亚洲大部分都是去买 不会去买 那更不要提说现场买 是 因为现场大家都忙着看 美国哪些大书 英国哪些大书 他根本没有力气来买 我们不会是人家争相争取的那个书的 就在那个场合是我们是文化弱势 是 所以他也许通常你碰到的状况会是 那谢谢你光磊请你把书寄给我 对 我再看看 那是正常的 那可能回来之后 过了两两个月 能够卖掉就偷笑了 几乎是不可能在现场就买 没发生过这种事 对 所以那个是我们常听外国人讲的故事 比如说我在跟一个美国人开会开到一半 突然有一个法国人过来说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塞一张名片给他 上面写他的报价 拜托你卖给我 发文版 对 所以这本书这样真的还蛮特别的 非常特别 立刻就卖出去 法兰克福书展几天 他是五天 但是我们他是礼拜三到礼拜天 但是因为六日是大众厂 所以一般专业厂都是三四五三天就结束 那我们就是礼拜五早上卖掉了 先介绍一下这个书好了 这本书叫一三六七号 这是一个香港作家陈浩基写的推理小说 他是推理小说 是推理小说 那陈浩基之前得过那个岛田装丝推理小说奖 那这是他的之后的一部作品 那他非常特别的是 他是六个章节组成的 那每一个章节呢 都可以独立阅读 当成一个中篇小说 那每一个章节的案子的类型也都不一样 他是一个警察小说 对他是一个警察推理 主角是一个警察 主角叫关正夺 是一个香港的警察 对那这每六章呢 基本上就把各种本格推理的案件都玩过了 比如说有密室逃脱 有绑架 有炸弹 各式各样的案件 那每一个故事又是发生在香港历史上 各个不同重要的时间点 就是有真正的历史背景 对比如说一九九七回归 比如说一九八九天安门 比如说二零零三年SARS 那更好玩的是他故事是倒着讲的 他最先讲二零一三年 对所以他为什么叫一三六七 是从二零一三一路讲回一九六七 那故事一开始那个关正夺就已经是垂死病态 一个哀正末期的老警察 然后他是由他的徒弟来解决他的最后一个案子 然后一路回到说关正夺年轻的时候 他如何成为警察的 然后他故事最后有一个很大的爆点 把这整个全部穿在一起 穿起来 所以他是六个中篇 但是他全部穿在一起 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而且整个设计我觉得非常匠心独具 好但是为什么他会这么快卖出这个版权 那我是六月出版的嘛 那我那时候就看了 看了之后觉得很喜欢 马上就决定要做外文版权 那那时候我觉得一定要 就是我们要准备音译稿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一定要找一个是懂粤语的译者 不然的话因为普通话跟粤语跟英语 三个其实表达方式都不太一样 那所以后来找到一个在香港长大 在伦敦念书 现在在住上海的一个女生 那他之前比较多翻的是剧场 或是艺术界的东西 那他就翻了 我就请他翻了第四个故事 那他大概是九月底 九月二十几号交稿 那本来我想的是 再多准备一些英文资料 所以我其实没有打算 今年法兰克福就去推 那我是九月二十二号收到他的资料 那战中事件是大概二十六号开始 香港的战中事件 那到了九二八那个我都记得那是一个礼拜天的晚上 就发生了那些胡椒 胡椒喷嚏 然后那个催泪瓦斯事件 那个时候其实就还蛮争议 香港警察要用什么样的手段驱离他的 对那这个东西其实这本书探讨的一个就是讲香港警察的整个形象的建立 包括说一开始是因为暴动后来腐败 所以有廉政公署 到他们后来如果成为中流砥柱 然后回归之后这几年有点警权开始有点被滥用 备受争议了 对那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跟 其实跟战中事件是有关联的 对那我就真的很记得说 我九月二十八号那天晚上想 好像这个时机点是很合适的 对因为其实我们要推 我们是文化弱势嘛 所以我们要推 推中文书给外国人的时候 我们很需要一个很大的突破点 要嘛就是说可能有一个 比如说法国或是德国出版社先买了 对那别人才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我需要pay attention 我要认真看待这个事 那或者就是说是一个非常有话题性的事件 要嘛就是说要拍电影 对那时候我就决定说 好那我赶快连夜把这个东西赶出来 对我就在九月三十号那天晚上 哇就快要出国了 对出国前五天吧 对然后把他的英文简介 然后大纲都弄出来 然后就发出发给各国代理 发给国外的舒坦 对对那果然就反应还蛮蛮大的 所以第一个卖出去的是哪个国家 是法国 那时候你的感觉应该很兴奋吧 你有预期到会这么快就卖出去吗 期望会这样发生 那你又不敢想 你又觉得不可能 就如果可以当然非常非常棒 但你又觉得应该不可能吧 应该很难吧 但是如果有的话 那该有多好 感觉上很像入围的哪一个某个重要奖项 对对对 要不要宣布得奖者是我的 有点像是那样 那这家出版社很好玩是他 我去书展的第一天 他们就有一个编辑给我写信 说他们很喜欢 读了英文资料很喜欢 问我说会不会有更多的英文资料 他看了其中一篇故事 对那我跟他说 我说会有的话也不会那么快 对 那那时的我也知道他只是问一问嘛 你也距离说他要报价或怎么样 其实是很遥远的 结果过了两天 书展第一天 他们的那个编辑总监就跑来找我 那我们有我们有租一个座位嘛 对 他就跑来自我介绍 然后说我们对这个书很有兴趣 然后然后给我名片 那这也很好 距离他可能报价好像又近了一点 但是你还是不敢想 那结果我就记得到了第三天 那天早上我跟同事一去 我就先去倒水 然后去倒水 回来突然同事跑过来跟我说 那个那个那个人又来了 就是那个编辑总监又来找我 然后我就看到他在那边 然后拿了名片给我 所以我上面写的 写的时候报了多少钱 然后他还跟我说 这个这个offer 直到今天下午五点有效 因为他他之前就要走了 他要回法国了嘛 那他用这个方式当然是说 叫我不要去再去问别家啦 对 他就是逼你马上做决定 马上给他 这样子是表示企图心很低 对所以他提一个很好的条件 但是这个条件只限今天 是八小时 你要嘛就是你今天给我 不然你就 我可能就降 或者说我就撤 那你要慢慢等 你就慢慢等 那就是大家是一个赌心理战 对那这个在 我们常听过这种故事 但是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 几乎是没有 他就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 我马上就打电话给我 我们法国有一个代理嘛 就跟他讨论 那我就说这个条件我觉得很好 他说对他也觉得非常棒 就我们就立刻 立刻敲定了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在聊天 如果说这个作者晚一点点 把这个故事写完 也许他会把这一次的 战中事件写进去 因为毕竟他对于香港的历史来说 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但是呢也因为他的结构 他是从现在往回写嘛 所以我有跟他讨论过 如果之后外文版 说不定你只要改第一张就好了 你其实只要改一些日期 然后加入一些背景 就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传统的那种 从以前写到现在 说不定就没有那么好干 所以真的是很妙 对 我们有时候收到一些 比如说求职信 或是说大家在网络上 关于这个行业的讨论 最常见的一个迷思 就是说 我很喜欢看书 然后觉得说我这个行 做这一行可以 花很多时间看书 其实我们上班时间 都没有办法 其实我们对于版权交易 这个行业可能会比较陌生 可不可以请光临 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最常用的一个比喻就是 它其实是一个仲介行业 那你就把它想成房仲 那很多人就问我说 那你是不是要先去国外买版权 买了以后再回来买 对 那我就说你看房仲 他需要买房子那不需要 对 你是帮人家买 然后卖掉之后 你再去抽佣金 其实是一个买空卖空的概念 那你靠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人脉 跟你对书 还有出版社的那个熟悉度 就我知道这个书 应该卖给谁 然后这些出版社信任我 然后他们愿意出钱买 那我可以帮他解决 后续的很多繁琐的事情 对 可能很多读者不知道 你之前曾经读过的哪一些书 就是透过光磊的发掘 去把这些书翻译成中文 我刚刚其实还有 还在跟光磊闲聊 就是我觉得我有被你害到 光磊其实你推荐书的方法 就是会写很长很长的书记 然后告诉大家说 这本书真的很好看 然后我常常在那个 三星半夜看到你的部落格 哇真的很好看 我很想看 对没有 他现在只有英文版的书封 甚至英文版都还没出版 对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在书店看到他 就觉得 我跟这本书似曾相似 这个故事 我应该有在梦境看到过 其实不是 是光磊之前就介绍了 对 国内有哪一些知名的出版品 是你推荐的呢 我的第一本大书 就是最丰盛的孩子 那那个书到 非常畅销 对 台湾现在卖了四十几万本 一开始其实也是有点误打误撞 因为我以前是 我的入出版行业 其实是从喜欢文学 你最喜欢阅读的是这个领域 那以前翻译《冰玉火之歌》 对 那对于什么 什么主流排行榜 上销书是完全没有概念 也不会去碰的 那后来进了版权代理这行之后 当然就什么书都要做嘛 所以可能推理 以前不喜欢推理 对 就你看现在我在卖推理 以前不喜欢推理 但也要看 甚至罗曼史小说也要研究 那最丰盛的孩子 那个时候是先帮那个经纪人 国外那个经纪人 卖了一本别的书 然后他觉得合作还蛮愉快的 那这本也给你好了 对 那他给我的时候 其实那本书在 最丰盛在国外还没有很畅销 你那时候一看 你就觉得他会大卖吗 我那时候其实根本连 书的内容都没有看 因为他只有 他样书拖了很久还寄给我 然后寄给我的时候 很多台湾出版社有兴趣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能三本样书 就在史家出版社之间轮流看 对我只能照国外的一些资料书品 写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卖掉之后 我是在中文版权卖出以后 才看了那个原文书 那看了以后觉得 真的是深受感动 对 那也会开始想说 哦那这样的书好像 会感人的话 是不是就会卖呢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翻成中文 能不能够保留那种感觉 那后来看了中一本 发现 哎还是很好看 还是很感人 然后就 就想说 也许好像可以卖 但是能够卖到这个程度 真的是 想都没想到 嗯 你当初是怎么会踏入这一行 因为其实这一行还蛮特别的 对一般的读者来说 其实我们这行就算是某种作家的经纪人 那最早知道这个名词 就是所谓的literary agent 是从一本叫轨迹杂志的刊物 那这个刊物是一个专门报导 是美国的专门报导科幻奇幻产业 的一个月刊 那他每期会有一个类似新书资讯快递的 的专栏 会写某作家透过某个经纪人 把某本书卖给某个书版社的某个编辑 那于是我长期就会研究 书背后的故事 对那我就长期研究这个 就发现说 哇有某几个经纪人很厉害 对 他好多厉害的作家 那他觉得这个职业好像 好像蛮蛮不错的 那实际上能怎么做 其实都还是不清楚 但是后来跟一些出版社合作 当选书的可能顾问或是编辑 那有编辑朋友跟我介绍说 有一家这样子代理公司 他们主要是做 以前都是代理欧洲书 那他们现在想要代理英文书 那需要有一个人去帮他们 开拓这个业务 问我有没有兴趣 那我就去了 就是真的是蛮误打误撞的 所以你自己有没有特别 因为你自己的阅读上面一些喜好 所以你会喜欢去谈哪一类的书 我自己基本上只看小说 所以我开始做代理以后 也是重点都是在推荐小说 那传统来讲中文书是 其实可能国外也是啦 非小说是卖的比较好的 可能心理励志啊商管啊 食用养生健肥这种 对对对 或是说人文趋势 这种书是卖的比较好的 那以卖版权的观点来说 他相对也比较容易卖 因为你可能看了目录 看了他的序章 你大概就知道他在讲什么 但是你小说你看个三十页 你还不知道他在干嘛 你一定要看完才知道 最后结局怎么样 所以卖小说是一个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但你自己特别喜欢 对因为刚好 你叫我去卖非文学 我也没办法 所以我只能这样卖 那就靠着兴趣 结果就卖出一点了 对 我相信有很多喜欢阅读的人 会觉得这工作非常棒 因为你可以抢先阅读到很多 其实台湾人还没有看过的 很棒的小说 然后很棒的文学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觉得如果有人想要踏入这一行 他必须要具备哪一些能力 我们收到一些比如说求职信 或是说大家在网路上 关于这个行业的讨论 最常见的一个迷思 就是说我很喜欢看书 然后觉得说我这个行 做这一行可以花很多时间看书 其实我们上班时间都没有办法看书 上班时间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做email的沟通联系 是是是 这类的事情 对 那所以我觉得细心很重要 因为你很多的合约嘛 条件 对 它毕竟还是一个生意 对 那其实真的看书 都是要下班早时间看 或者周末 所以你害我的那些文章 都是晚上写的 那个是上班时间可以写 上班时间可以写 看小说一定是 像我现在每天最快乐的时间是早上六点起床 然后去健身房跑步 跑完步之后去家很喜欢早餐店 然后一边吃饭看半小时的书 哦 那个可能是一天里面最不受干扰 而且因为早上没有什么信 对 然后可以可以看一下下 真的只能看几页而已 是 他把伦敦书展的会议笔记本弄丢了 所以他其实找不到 但是呢 他一直记得我跟他讲过一本 好像这种什么生态奇幻小说 那他就说根据他的经验 如果有一本书能够让他念念不忘 那表示他应该要 其实光雷也帮我们台湾 介绍了很多很好的作品出去 其中有一本复言人 他非常特别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讲他是 他是台湾第一本 透过版权交易的方式 给欧美主流出版社出版的一本 台湾的文学作品 对 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复言人 台湾过去的大部分的文学作品 翻译成外文 都是透过政府的资助 那走的是学术出版的管道 那最有名的就是王德威教授 他在那个哥伦比亚大学 他主持了一个叫中书外议的计划 那其实把台湾可能 这几十年来的经典作品 大概都翻译出去了 那个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但就是说 因为他是一个大学出版社 他的音量或他的宣传 或他的发行 他不会是像一般的大众出版社那样 所以他的读者群就比较局限在 可能东亚研究所 或是亚洲文学研究的 这个学生或是学院派里面 所以他的就普及性来讲 不是那么好 也就是说 通常你在书店里面 比较不会看到这种 大学出版社的书 对 然后也许会去阅读他 都跟学术研究有关 跟一般人的阅读 可能还是有一个不小的差距 美国出版社会知道企鹅啊 知道蓝灯书 知道什么哈伯特·卡尼斯 是 三门休斯特 对 就都不是这些出版社出的 嗯哼哼 那那因为我们引进很多外国的畅导书 对 那当然就会觉得说 有一天如果我们的书也能够给这些出版社出 那会是多好的一件事 嗯 对 那那傅演人算是一个梦想成真 嗯 可以谈一下当初傅演人 你把他谈出去了那时候的故事吗 傅演人当初 是2011年1月初的 嗯 那我看了之后就确实蛮喜欢的 所以就找找吴明毅老师 嗯 就跟他谈 那那年的四月就 伦敦书长 我都记得我开始写了一些英文简介 嗯 但是那个英文的翻译都还没准备好 对 那也跟好多的外国编辑讲 对 那其中有一个英国的编辑 他是前一年跟我买另外一本书 买那个山楂树之链 嗯 他竞标没标到 对 然后我就讲了这本书 讲了之后他说他很有兴趣 嗯 但是回来之后我想 我要等到英文资料都准备好再发给他 嗯 结果呢他在大概11月的时候就给我写信 他说 他说他 他把伦敦书展的会议笔记本弄丢了 啊 所以他其实 原来 找不到 但是呢 他一直记得我跟他讲过一本 好像这种什么生态奇幻小说 嗯 他也不记得他到底是日本人写的 还是台湾人写的 但他对这个书一直有印象 嗯 那他就说根据他的经验 如果有一本书能够让他念念不忘 那表示他应该要签 哦 那非常非常巧的就是呢 那一天的隔天吧 我找的那个时代伦老师翻的那个英文 就刚好翻好了 嗯 所以第二天一稿就来了 那我就 你说这是不是其实有一点点那种 冥冥之中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 你事后看起来就觉得好像很多东西都是 很刚好 对 那真的是我觉得 麦版权真的很需要天时地利人口 那你真的在这个之前 你比如说在前一年我把 我书没有卖给这个编辑之前 对 我也不知道会因为这样认识他 然后后来 对 我们后来就开会见面 然后他就这个有兴趣 嗯 那 所以你书稿寄给他了 寄给他 寄给他之后 因为我当时复演人的好玩 他是用 他有里面很多章节 对 都很短嘛 那他其实是有点像复演的结构 对他有很多个故事的主角 那我那时候选的是好像是 二 然后什么五六十之类的 嗯 就跳过了一 对 因为一是有点像是那种序曲 对 一在讲的事情是你要到很后面才会知道他干嘛 结果那个编辑就看完以后问我说 为什么不从一开始 他想知道一在讲什么 对 那我就跟他说 那要不我 我来整理一份所有的 就是每张在讲什么的一个大纲 啊 是 每一个人物出场在这个 对 这个章节里面 那我就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 因为这种东西真的是要一鼓作气 嗯 你不能慢慢弄 嗯 然后就写了一个大概二十几页的东西 跟他讲 比如说这张是谁的观点 是阿特列的观点 第一人称 然后讲什么 然后这张可能是阿丽丝的观点 第三人称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看了之后他就说 那他要签了 因为他这样等于他就完全知道整本书的结构 对 包括结局 包括叙事的手法 嗯 那加上说他看过的英文的那个样张是翻得很好的 是 那他就决定要签了 嗯 那卖了英国之后后来又卖了美国 是 那卖了美国那个编辑 美国那个编辑是春上春树的编辑 我是有一次跟他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个 一个作家节认识的 嗯 那他跟这个英国编辑是同一个集团的 嗯 所以呢 他也是有一天刚好听我讲起这本书 也不是有意的 有心去跟他推荐 他就觉得有点意思 对 那后来又发现他又跟这个英国编辑也认识 那他也很相信他的品味 是 所以就对他来说就是有两个他信任的人跟他推荐 嗯 那后来他就签了 所以这本书现在有英国美国还有法国的版权 对 那还有简体制中国大陆的 啊 还有我们卖出了土耳其版权 那其他国家我们还在努力 嗯 也许有一些读者还没有看过赋言人 光磊可不可以短短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赋言人 你怎么推荐他 出版社介绍我都说这是有点像台湾版的少年拍 那那他基本上有两个故事线 一条故事线是阿特列嘛 他就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 小岛 那这个岛很有意思 他岛上的每一个家庭的次子 就第二个儿子 对 当他长到十五岁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驾船出海 离开 然后成为海神的祭品 是 他永远都不会再回来 对对对 那阿特列是这个主角嘛 他是岛上最厉害的游泳健将 那也是划船的好手 嗯 他有一个爱人 那所以他觉得说我 我想还想回来跟他厮守嘛 所以我觉得我 我不能够就这样一去不回 好 于是他就出海了 结果呢 花花花他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岛 这个岛上寸槽不生 也没有任何的动物 然后岛上的各种东西的材质 是他从来没看过的 那我们我们身为读者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所谓的垃圾涡流 是 就是我们人类丢到海里面的那些 宝特瓶啊 塑胶带 他都只有其实集合起来 在海洋中出现了一个很可怕的大岛 对 然后这个其实是真的 是 对 那阿特列因为他来自这样的一个地方 他没看过垃圾 嗯 所以他以为这是地狱 嗯 然后这个岛呢 就航向那个台湾的东海岸 然后最后就在花莲那边 就撞撞上海了 是 那于是阿特列就来到了台湾 然后认识了我们第二个主角 是 他是一个叫阿丽丝 他是一个女的文学教授 其实故事开始的时候 他是觉得我要去自杀 对 结果他刚好就救了阿特列 是 那后来两个人就决定说 一起去山里面 对 再去找他的丈夫跟小孩 其实他有很多的配角 对对对 很多原住民角色 外国人 然后什么工程师 环保人士 记者 是 所以其实非常丰富的一本书 版权交易这个行业 他最迷人的地方在哪里 当然第一个你可以很早就看到一本书稿 那还有就是你可以把 就是说当你看了一本好书的时候 你会想这本书由谁来出版最好 那你可以让这个事情发生 好像他是一个推手 或是一个像媒婆或是说 接生婆这样的感觉 就是你喜欢的这个作者 你看到他本来这个国家的人不认识他 对 也许帮他介绍给更多人 介绍到华文世界 对 那如果说能够再让他在我们这边也畅销 那就更好了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光磊 帮我们介绍版权交易这个事情 我们也很期待以后 请你再推荐更多好书给我们 好 然后把台湾很好的作者推荐去国外 好 谢谢 谢谢